如果他想要到國外去參觀訪問的話 那有什麼方法呢 第一個方法最簡單的就是去看展覽會 第二個最好的方法是參加所謂的訪問館 參訪團這一類的 在台灣每年都有辦很多這樣子的一個團 因為為什麼參加團是最好的呢 因為第一個 你不用擔心發力的問題 第二個不用擔心說走到什麼地方 人家不願讓我們進去 就好像我剛才提的我去參加台灣的這參訪團一樣 第三個呢 我們可以徵作我們的需求呢 為大家安排比較適當的一個行程 第四個最重要的呢 旅費會節省非常的多 我們自己以為自由行比較便宜 其實呢 自由行的貨費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請大家記住這種觀念 那資訊從哪裡來呢 有時候上網來打一下關鍵字 訪問團啊 你說荷蘭的參訪團啊 冬夜參訪團啊 參觀團啊 這一類的都可以 第二個呢 很重要的一個 我們呢 如果出來參加所謂研討會這一些的時候 或者課程訓練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應該都會有一個意見要拿表啊 填寫表單之類的東西嘛 對不對 請大家不要忽略了這張表單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最後除了那種連連看 寫錢看的之外 都會有一個空白讓大家寫意見的 就把我們的需求給寫出來 明明白白的把它寫出來 然後希望有這個訊息可以提供給我們 那請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不管我們給主辦單位多大的掌聲 都比不上這一張 這一張調查表裡面的給人一封建立 給人一則建立 因為那一則建立就是真正的成績 也就是代表說大家有所收穫了 才會出現這樣的需求 然後以後這個農政單位也好 我們上級單位也好 就知道我們需要些什麼 就會針對這一些來為大家找資料也好啦 辦理課程也好啦 做什麼樣子的任何協助之類的 都可以從這裡得到解答 你可能會說真的這樣子嗎 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絕對是的 我有時候去參加研討論的時候 我很喜歡發言 在最後面結束的時候 總是有那個五分鐘給他做支援 然後一般來講呢 我就很喜歡發言 然後有一次我就講啊 我說我們不要每次做推廣的時候呢 做這種研討之類的 都只到做到 以前是做到產官學嘛 後來就做到產官學研 我說為什麼不把用加進去呢 產官學研用 構成一個完整的一個體系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用的人才會知道我這個東西有什麼問題吧 然後有了這個問題 研究單位可以回去研究吧 然後呢 學術單位啊 官方也可以做一個統合 然後最後商人有一個更好的東西來做行銷 也就是由校網上推的方式啊 我們隊友啊 再講一講就好了啦 錯了 我們龍陽組了一位基證呢 那時候常在場 他馬上就做了一個的承諾 以後呢 一定把用給加進去了 果然在第二點辦研討會的時候呢 用的這個區塊呢 就加進去了 而且第一堂課呢 是由我去講 由我去講 然後後續所有的人呢 就都把產官學研用的這個用的區塊也加進去了 所以請大家記得 我們有所反應的時候 我們的上級單位一定會接受 而且大家一定會非常熱熱的去執行 就好像我以前曾經跟龍偉會提過一次的概念 就是說做成立這種辦理這種農業專業經理人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用經理人來做行銷 我們大家都沒有辦法去做行銷嘛 那我們訓練一批經理人呢 專業經理人來做行銷 那他們回去也馬上做了很深度的一個研究 然後就召集了學者來做一個研究 那這些學者就講說 台灣的農業啊 不適合走專業經理人制度 那這個記者呢 考研會也有就也來跟我講說 林老師你提的樂意見我們科長啊 出場都選得很好 然後也辦了這樣子的一個座談位 但是學者的意思是說 台灣不適合 目前不適合 所以這個案子就沒有繼續 我們都以為說我們只是一個小老百姓啊 然後提了一件會接受嗎 結果真的也沒想到接受了 而且甚至把結論也跟我講了 我有一次也接到農業署發給我一張公文 就是我曾經在一次研討會上面舉手提的一些問題 他們用書面來跟我回覆 我覺得很感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官員呢 跟以前的觀點的解構不太一樣 觀點思考模式完全不同 把我們的意見呢 完全當作一回事了 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要擁有更多的資源 那在民間藻資源 基本上都要花很高的成本 最低年的成本呢 其實就在政府單位裡面 有時候看到我們提的政治裡面 但是往往我們多有一個隔閡 就是說 提的沒用啦 他哪會理我們 可是你沒提 你怎麼知道呢 然後你後續有去追蹤嗎 你去問 會給我們有答案的 其實有非常多的 比如說像我們華臉改良廠 有非常多的 關於我們的生產技術上面 一個改進 容積的研發上面的改進 到我們網站上面去看一下就會知道 非常非常多的花明跟改進 這些哪裡來的 其實就出於大家的需求嘛 對不對 我們不是有做黃豆的採收機的一個研發嗎 這些挑選的這些機器嗎 雖然不是強到非常強 但是已經有開始啦 然後你怎麼知道 以後不會變成世界第一呢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鼓勵 沒有參與 沒有去做這樣的一個建議的時候 會有出現這些需求嗎 官員他站的地方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有很多地方可能會看不到 需要靠我們大家一起來參與 這個是我這幾年 參與農業的一些推廣活動也好 所得到的一些新的 所以我以前說真的 我不太喜歡跟官員接觸 因為我覺得你是光我是明 那我們講什麼 你會聽嗎 後來我發現到 原來不一樣了 甚至於說我們連討會提完問題以後 下人還會跟我們討論一下 所以說記得 不要放棄了這樣的機會 當我們一直在埋怨的時候 不如我們開口想出來試試看 不如寫一個建議簡單幾個字寫出來試試看 你會發現到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這個呢就是透過參與以後 我們所能夠得到回來的一個回饋 那我們能夠回饋的 除了感謝兩個字 除了一個掌聲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我們願不願把我們的心得 畫為一個文字來給主辦單位看過 你會說會看嗎 我跟你講啊 還真的百分之百會看 你知道為什麼會看嗎 你不看不行 因為上席會接送 現在就是這樣子 所以追風以後這個要做這個要做這個要做 現在以期讓上席講不如 承辦了自己坐在前面 這是我的看法 也是我這幾年呢 跟我們的農政官員所接觸的 一點點小小的心得 我不是在捧這些官員 是我的心得 我的感受 在以前我是不太喜歡跟政府單位接觸 後來這幾年因為我常常舉手發問 因為我曾經那一個研討問題的十個案子 結果被人家崩毀十大奇案 有啦 寫下來了啦 好 就是這樣子 你就看看 以後你一定會接到這個訊息 但是你上面有聯絡的那個資料啊 有啊 我有寫號什麼的啊 不要 我跟你說 你再直接把它寫上去 代表我是很有心的意思 這是加強寶 沒有了寫了這個以後 就沒有藉口了 什麼藉口 你寫這樣子 結果這張掉下來 沒有辦法做筆記 筆對啊 所以不知道是誰寫的啊 這就是藉口啊 但是你現在把它寫在那邊 我的email 或者是我的地址 這跑得沒路耶 明年開始就收到很多了 你一定要去喔 好 好 我們來談一下推廣策略 我們要怎麼樣利用有限資源 創造無限的空間 這推廣上面我們要去思考一個模式 做一個行銷推廣 是非常花費精神 人力時間 以及金錢的事情 想一想看 我們有沒有這個條件來做這樣的事情 請問大家一下 有沒有人自己來做推廣 做的覺得我應付自如 輕鬆愉快的有沒有 你請問一下為什麼你會這麼覺得 找自己所需要的市場去推廣 你不要做太大 做剛剛好的 你既有的資源 做既有的事 在作物的現場 好 那請問一下 你主要的作物的領點是什麼 加工 能不能加工 你是做加工業的 那哪一種加工 都有 江黃 若神 是做成乾燥而已 還是到後 還有二幾產品 二幾產品 你做什麼樣的東西 茶飲包 還有茶飲包 做到茶飲包 還有沒有別的 膠囊 膠囊 還有沒有別的 好 很好 這個就是一個邏輯推論的 剛才運用到我們剛才的一個邏輯推論的一個方法 我為什麼要請教這位 請問一下你背信 嗯 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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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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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漢 我梁 好漢 我梁 好漢 對了 自己知道了 自己有多少時間 精神 精神 能力 然後去做 在既有通路上面 去把它做一個穩固 然後留下百分之五的 預留的發展空間 去拓展別的通路 對了 這就是非常明確的知道自己的條件在什麼地方 希望大家來把我們這位良心朋友 良心好漢 朋友的這個想法看出來 非常的有邏輯 然後他做的是屬於加工的東西 加工的產品 他做了加碼做落水 請問一下 你是收購還是資產 資產有沒有收購 不夠的去收購 目前還沒有 不是 我們依然規矩不一樣 我們有投資 有機不可以去收購 有機不可以收購 所以你現在是資產自銷 也就是量是基本上是固定那麼多 對不對 一連產量產能差不多那麼多 上下不會多少 可以放大 但是不願意 對 放大的時候你就所有的產品資料 全部再放大 也就是說他採取了就是一個比較保守的行銷策略 然後呢也 我有參加了做測 所以量 基本上如果有契約或是有量 我們的合作是可以無通的 是嘛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收購的情形嘛 只是用合約的方式 契約契作的方式嘛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其實我們這位良心朋友呢 已經把剛才我們通路結構的那個裡面的一些狀況呢 也全部做了一個的印證了 也就代表說如果方法正確的時候 其實他的機領上面呢 就可以變得有任有餘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他在這個部分呢 也預留了5%的一個發展空間 這個5%的發展空間 因為他是屬於預留型的 所以他有這個能力 在鞏固自己的市場之外 再去做額外的一個擴展 那這個擴展出來 很有可能呢 就是在於他的產品的量不足的時候 他因為還有合作社的關係 然後可以去取到更多的一個貨源 來做一個加工 因為等於說他是掌握了先端的加工技術的部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重要的 我們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請大家留意一下 第一個呢 他衡量到自己的一個能力 衡量到自己的能力 第二個呢 有做了一個發展空間的預留 這個空間的預留呢 是包括了你自己的能力去做的一個預留 以及呢 這個貨源來源 原料來源的一個預留 以及保存期限上面的預留 開發成本上面預留 所以他採取5%的一個保守空間 然後很重要的觀念呢 因為他參加了合作社 所以呢 打的是一個團隊概念 記得 農業不適合單打獨鬥 為什麼政府會有那麼多的心力幫大家成立產銷班 成立了合作社 成立了共同行銷的模式 就是希望透過團隊的力量呢 去降低生產 降低整個的作業成本 包括了生產的技術改進 包括了人力的一個大家互相調工的一個狀況 以及呢 包括了這個包裝 包括了物流 這一些的狀況 因為你要開一個包裝廠 你不切得做得到 但是呢 透過一個政府補助在一個 正式的一個產銷班的一個包裝廠 大家擁有一個作業的空間 這是團隊概念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們年輕朋友呢 已經把這一些全部應用在上面 那以後大家呢 有這個方向呢 也可以提出來大家做一個思考 那很高興的也是印證了我們剛才所講的 通路結構裡面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呢 都可以去做這麼一件 什麼叫做分享 這樣子就是一個分享 把自己所做的 為的勇敢的提出來 然後我們就知道說 他的問題有沒有怎麼樣 那當然啦 但在產品多樣化上面 除了做膠囊 除了做這個茶飲包之外 它還有什麼樣子做方法 比如說做成這條飲包的方式之類的 這些也是可以思考的一個模式 因為呢 這個茶飲包的方式 我們的思考就是說 它可能就是平常喝的一個飲料 但是有人會說 我不喜歡喝飲料 但是現在不能講醫療效果啊 只能頂多談到養生嘛 那除了茶飲包之外 你做成膠囊 膠囊有時候就會比較受到大家一點排解的地方 這個膠囊到底要做什麼 你要到底是藥品還是保健食品還是怎麼樣 那它到底有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膠囊的成分到底是什麼 因為膠囊的成分是很麻煩的 人家都是化學法 所以到底能夠產生什麼樣子的一個 裡面加了什麼 我不知道 會有這樣的餘粒的時候做成膠囊的狀況 市場上面可能就會受到某些人的一個質疑 但是如果再往外面 我今天把它當成一個食了食補的東西的時候 可不可行 膠囊是一個很好的東西啊 然後薑黃跟若神相加的時候 能不能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當然要先看一下食品分析裡面 它會不會有什麼樣子相生相剋的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能不能產生一個更好的一個峰囊出現 這個就是產品思考一個模式 薑黃 若神 然後把它取出來 我今天做了茶飲包這個膠囊 然後茶飲包膠囊的作用是做什麼 保健食品 保健的功能是什麼 只能做成自己知道不能寫出去 然後從裡面體現出來 好 茶飲是平常飲料性的東西 因為它會不會有什麼消毒 解渴還是什麼消毒啊 這一些啊 然後呢 今天我把它改成膠囊 以後到底要做什麼 如果狀況不明的時候 就代表說有需要修改 然後如果它的占的百分比不是很高的時候 就是代表這個產品可能不是很成熟 然後再取出來 都是吃的東西 那為什麼不能夠把它變成為平常就可以吃的 而且大家也喜歡吃的 那怎麼辦呢 光是這個東西 你如果去拿薑黃去煮湯 那跟茶飲包一樣嘛 但是它可不可以加上我們的別的農產品的東西 變成風味飲料呢 風味食品呢 然後加了跟養雞的做一個結合 跟養魚的做一個結合 薑黃魚 薑黃雞的時候呢 那是不是可以說它動力進補的時候 更好的一個進補模式 不燥不熱可以解讀 有沒有可能這樣的情形出現 如果生花加進去以後呢 因為它都是安全食品 所以吃起來進補的時候更好 立東剛過以後的立東可以思考一下 今天我們做這樣的一個模式的時候 東令進補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方法 把我們的產品運用出來 做一個調理包之類的 然後透過限量行銷的方式 開包出來一個另外一條風路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行 但是這是我給你們的建議 從吃的方向著手 不要只是從透的方向著手 然後吃的就是平常生活上的 煮飯的時候能不能用 因為可以跟我們的眼睛 做一個結合 跟我們蔬菜水果做結合的時候 能不能當成蔬菜一樣來使用 不要把它思考成的藥品 因為薑黃跟若晨 兩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一個是被當成飲料食品 一個被當成藥物來用 想辦法把它轉換這個想法 枸杞為什麼平常就可以加在菜裡面 薑黃為什麼不能加 然後我們要需要做一點染色調色效果 有時候薑黃有沒有這個效果 聽起來是薑又黃 那到底有沒有薑的辣 有沒有薑的辣 有沒有黃的黃 你可以去從這個名字上面 去把它思考一下 薑黃其實跟薑沒有關係 它是怎麼樣 把這個故事性給做出來 它就變成一個話題性的方式 試試看找這個角度去試試看 那個名字都做了 都做了 好 都做了就很好 然後就是要 好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 如果在這個方向 能不能去把它堵破 我們都以為人力成本很高 但是我們忽略了一點 就是所謂的社會勝利勞力 有非常多的人 他是沒有工作做 但是他又想要賺錢 但是他可能離不開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利用到這些人 那這些人舉例來講 平常我請這樣子一個人的時候 我一天假定我要花五百塊錢 但是因為給他的一個方便性 他有一個收入 他也可以顧到家庭 也就是家庭代工的概念的時候 成本有沒有可能降低 我不知道 我們可以去思考 這是一個思考模式的地方 我們都以為人力不見了 但是人力其實都很存在的 社會生以勞力的價值 應該把它重複建立起來 但是本來有一個村莊 有一個村 那個村你知道 七八十對老人家很多 然後你知道他們年薪都是破百萬的 七八十歲年薪破百萬 我年輕人都這麼厲害 你知道他們做什麼嗎 撿葉子 採葉子 他們有很乾淨很漂亮的葉子 然後每天大家都在這個葉子下來 做清洗做包裝 然後就有專門的人把它運出去 運到哪裡去 餐廳 日本的餐廳人喜歡擺盤 然後他們一定要用到葉子 這一次去的時候 我在大阪的時候 我去吃飯的時候 那個高級餐廳裡面 日本人當地請客 然後盤子上面就是擺那個葉子 然後那些同伴就問那個社長 然後社長請問一下 聽說日本這裡有一個村都在做動葉子 是不是真的 他說是 是真的 我拿到葉子起來看也沒什麼 不過真的是洗得很乾淨 就是一般的葉子而已 然後呢 顏色分類 然後形狀分類 然後就把它弄得乾乾淨淨的 整個村莊都在做這件事情 一個葉子而已 就是一樣葉子 不是只有一種 這很多樣葉子 然後就可以做出一個世界體驟 所以呢 我們都沒有思考過一點 有機的體系裡面的時候 就算廢棄物也是安全的 是不是這樣子 在有機無毒的環境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呼吸都是安全的 對不對 好 我們有沒有思考過 把這個安全兩個字 怎麼一直運用在我們體系之內 以前我曾經跟眾友記道明的朋友講過 為什麼你們不把稻草拿出來賣 稻草什麼賣啊 不是很好笑嗎 稻草可不可以賣 有沒有思考過這問題 可以 稻草不能吃啊 不能吃 那如果拿來沖水它會不會害死人啊 不會 如果拿來沖茶呢 不錯 那它可不可以行呢 有可能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我拿來做編織的小動物的時候 小孩子拿在嘴巴裡面搖搖的時候 會不會有傷害 不會 除了蹲下去怕纖維之外 基本上是沒傷害 所以每一個廢棄物都有商品價值 都是一個健康都是一個安全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夠去開發呢 然後我知道農村有很多的朋友會編織這些東西 那如果大家編一點然後有機會的時候 大家把它拿來當成一個商品來販售 如果站在利益上考量的時候 它不可行嗎 為什麼說一定要打掉以後 然後拿去撕毀 拿回來把它變成錢的部分並不多 不會影響到那個回藥的使用 那割一些大部分呢 用收割機再割 小部分還是旁邊的地方用人工來割 割出來了比較浪費的力 割出來了叫做鈔票的來源 為什麼不去朝這個角度去思考呢 我們的稻田是很安全的 裡面沒有所謂的農料殘留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在收割完稻田以後呢 不讓小孩子到裡面去玩呢 我們不可以放個丟泥巴大賽嗎 比如說這樣子泥巴會損失 不會損失啊 我以前都是常常都在刀田裡面 玩那個丟泥巴的只是跑給人家坐而已 那為什麼不正正當然 讓小孩子到一個健康無阻的安全的一個環境裡面 來享受農村的生活 到了住在我們這邊以後呢 你就一定要是打刺腳才能夠讓你進來 為什麼不能朝這個角度去思考呢 人走進來 東西賣出去 這是我們的一個思考模式的觀點 現在農業裡面呢 我們常常會提到很多的所謂的休閒農業 休閒農業我們都呢 花了大筆的金錢 在做很多的引體架構 這是我覺得最不可取的 我們應該是不做任何的架構情形之下 怎麼樣子建構一個安全的環境 大家會因為這個安全的環境 而來到這個地方 而願意把小孩子帶過來 所以我們經營的不是在經營大人 而是經營一個孩子的未來 那在一個休閒農業也好 體驗農業也好 這種農業的一個 解構上面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每次都是說 我要蓋一個很漂亮的農社 蓋漂亮的農社幹嘛呢 自己爽而已啊 我跟你講沒有用的 但是我今天來到這個 我農村就是要享受農村的生活嘛 要不然我來到農村幹嘛 所以我們做一個休閒農業的 一個定義的所在呢 我的看管上面 不是花費大量的資金 而是就現有基礎上面 怎麼樣去發掘出來 我這個農場裡面的一個特色 我這個特色呢 能夠建構到什麼地方 我今天呢 是採取有機環境 自然農法 或者是無堵農業的一個模式 這三個基本上面來講 有些許的不同 那我怎麼樣把它建構出來 我到這邊 我到你的DIY 不是來做一個手工香皂 做手工香皂 跑到我們這裡來做幹嘛 我來這裡呢 就是讓你享受一下 回去你也可以做一個有機農業 怎麼樣子 透過最簡單的方法 種一個有機農業 我還賣給你套件 我賣的套件 不是促銷做的 我賣的套件 是從我們這邊 本地所產的東西 去做完整的 這叫獨於無二 所以行銷上面很重要一點 就是創立獨特性 唯一性嘛 然後接下來你就出現故事性 以及化學性 就建構成為一個完整的 所以請大家記得 如果現在有在經營農業的 經營休息農業的 有想到經營休息農業的 不要再把私營放在建設上面 不要把大體的資金 投在所謂的建設上面 建設你原來就存在了 要不然你車子怎麼開進去 要不然你人怎麼走 要不然你農區怎麼運輸 要不然你東西怎麼搬運 建設本來就存在了吧 如果要改一個很漂亮的東西 把自己的住戶歸類 把它種得漂漂亮亮的 這個就叫建設 這個就叫做物質 我今天來到這邊 我來參加一個農家體驗 我在你的農屋旁邊看不到菜園 請問你一下 你到底要看我看什麼 有啊 我的一間很漂亮的房子 我的裡面的房間很漂亮啊 我咖啡廳做得很漂亮啊 那用了很高檔的木材啊 那我看出去看 有啊 那邊還有風景很漂亮啊 旁邊呢 旁邊是水泥啊 旁邊是種的是韓國草啊 那我就來幹嘛 我公園到處都是啊 我幹嘛來到這邊 對不對 所以徐宵樂的概念 自己身邊的資源就是最寶貴的 農層農層裡面什麼是農層的資源 就是這一些嘛 我聽得到那個雞鴨泥叫的聲音 我能夠採得到這個泥土 我能夠看到說 啊 原來菜圖是這樣子種的 喔 這麼小一顆的時候是怎樣子 這麼大的一顆是怎麼樣子 喔 你還可以講什麼 這個就是 播種下去的時候是水波 然後一段時間要把它拔起來一些 不好的要拿掉 然後它才會長這樣 這個就是教育 這個叫農業教育 我不是我今天辦一堂課程 小朋友來不到要坐這邊 這樣子辦農業教育嗎 不是的 農家的體驗不是這樣子 農業的體驗都不是這樣子 所以記得 平常我們過的日子是什麼 就是都市人想要過的日子 你會說 哇 這樣很寒酸 是的 是的 到最後我們會出現四個字給大家 就是我們在農業上面可以做的一個體驗 也是我們有機農業裡面最重要的一環所在 其實講到的就是四個字 賣個關子 當然賣個關子 好 我們要談一個行銷推廣的時候 我們必 我知道了 我就是都去人家這個 抓到手了 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 我們要做一個行銷推廣 就剛才提到我們良心朋友 他就非常清楚說 他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他有多少條件做多少的事情 首先呢最重要就是 我們的產品嘛 我到底有什麼東西啊 你不要說 我想要去賣東西 我想要去參加展社會 你能提什麼東西出來賣 我不知道 我去想一下 哇 要去大條啊 我有十五項東西 我哪一項 事情到了 十五項東西 就代表你沒有專業 所以就必須要示範一下 你們提一下最專業的 所以平常就要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就像我剛才一來的 就請教大家 大家重什麼 可能是害羞 可能是不好意思 所以沒有人願意跟我說 好 問局就來了 只要你永遠表現的時候 你的機會就出現 或許 你們總共不知道說 剛好 我在找那一樣東西 對不對 或許 就幫大家搭了一個橋 也不一定啊 對不對 所以很有可能 到大甲去玩 然後呢 到我老婆的一個親戚家去玩 結果發現到他們家 養了很多的雞 而且都是放在那邊 跑的那種雞 那肯定好吃啊 然後又是在鄉下 旁邊都是倒鐵 自己養的 養了那麼多雞 賣不賣啊 有人買就買啊 不然你都出去吃 那你吃得完啊 就是這樣子啊 就要雨越大 不然水也好啊 賣給我們一起吃吧 就買了兩隻 吃得好吃 然後就請他們 記得來 記得來 然後就開口大罵了 你知道為什麼大罵啊 後來跟他交代要剁一剁 我們都沒有人敢剁雞啊 然後來帶到市場去請人幫忙啊 所以後來就 吃那麼好吃 然後就給一些給朋友分享 結果 最近訂了幾十隻 沒有雞可以賣我們啊 就大家合起來啊 大家要吃得好吃啊 下一次要叫的時候 就幫我們叫幾隻 叫幾隻啊 那要登記起來就打電話去啊 舅舅啊 我們要幾隻雞啊 幫我們留一下 現在沒有啊 好啦就是可以賣的時候 記得跟我們問這個要幾十隻啊 這樣子 不就不盡力拿一條線啊 如果都不知道的時候 今天就算我們有心的時候 怎麼去搭這條線啊 所以請大家記得一些事情 推廣行銷上面很重要一點事情 你要見過朋友也好 要見過行銷也好 要永遠表現自己 我們才有一句話呢 才華是要用來表現的 成就是留在別人肯定的 用在我們行銷推廣上面的是 好的產品 是用來給大家知道的 好不好吃 是留在大家的肯定的 反正一個角度思考 我不講的時候 你們不知道我會什麼東西 你不講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做什麼東西 所以相對就失去很多的機會 假定今天我們大家來今天上這個課程 你怎麼會知道說 後續課程結束以後 我們的上級對於我們這樣的一個課程 有什麼樣的一個延續 有什麼樣的一個作為呢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這樣有一個作為的時候 找一些人來參與什麼 下一次我們米食博覽會的時候 我們花蓮廠要去擺一個攤位 我們自己曾經上過課的人 輔導過的農民 我們找一些人出來 一炒 我們都沒有人正理的 有到外面的 不就失去機會嗎 所以記得 勇敢的把自己的產品給表現出來 我這個產品是全世界最好的 不用怕 講著讓大家知道 你要做行銷 要做推廣 要做通路 就一定是要考慮到這一點 如果自己的東西都不知道要賣什麼給人家 如果都不願讓大家知道說 我今天要生產了什麼好東西 我做物的時候 別人怎麼樣幫你賣東西 沒辦法三個字 所以記下來容易表現 我有什麼好東西 我是推薦給你的 然後好不好吃 你來給我評判 你來給我意見 我來做改進 雙向溝通之下 別人對你的心情會更高 所以記得 我有什麼東西可以賣的 請你把它列出來 然後客人到底要買的是什麼東西 好吃我有好吃的米 有什麼有什麼 然後客人要什麼 第一個要好吃 第二個要漂亮美觀 但是有基隆糖品 我沒有辦法兩全其美 就是不見得美觀 因為很有可能會有一點瑕疵 但是記得這瑕疵就是關鍵所在的 這關鍵所在 就是怎麼樣子 就是把這個可能一點破損之類的 然後我們做上一個的標籤之類的 這破損業是產生什麼樣的情景之下產生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在賣東西的時候 順便賣給客人一個感動這兩個字呢 不能夠賣給客人用心這兩個字呢 有機農業裡面呢 其實最強的地方 就是讓人家能夠感動 因為為什麼 有機農產品呢 它的收成期比一般的 這個化學臺北法還要長 它的收成期還要長 這也是它可貴的地方 光合作用夠了 收成時間夠長了 它能夠散發出來它的香味 它的收成度夠了 所以它能夠產生漂亮的自然光澤 這個是有機農產品上面難以 別的龍寡臺裡做到的部分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願意把這個感動 讓客人知道呢 讓他感受到這個就是所謂龍女的一個用心 我覺得感動這兩個字 用心這兩個字 如果願意的話 是當地把它表示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受到更多的一個肯定 我一個朋友是種火龍果的 然後呢 他是一個很年輕的人 以前在台北這邊當攝影師 然後後來回去接他爸爸的事業 就是做了一個火龍果園 他沒來種火龍果 然後他接手以後 他就非常積極 因為他原來是攝影師 所以他不會種 然後就去參加很多農民血液這些課程 然後呢 寫了很多有機的耕作方法 所以後來他就把他的火龍果園 全部改成用半有機的模式來摘北 盡量避免使用到一些的農藥之類 農藥藥藥機的東西呢 他後來也經過持續認證 然後呢 他就一個就是用這個養分啊 然後豆瓶啊 這一些是要做機會 然後呢 他用了一些的 有一件的東西 下去做栽培 結果呢 他的甜度的比賽呢 也得了一個第一命 後來台南店呢 也跟他下了單 做年度 每年都做年度的那個 預約訂購 所以他的基本 而且價格就賣了 因為有人訂購啊 所以他就不用擔心量的問題啊 所以剩下的就是比較差一級的 就拿來一般賣啊 一般賣的價格又比別人的差的價格還要好 好的價格還要好 因為衝出來 只要叫他憋 一直叫他憋 所以呢 就打到那個標準 結果他就每年都做得很輕鬆 時間到了慢一點的時候 就買不到 連我都買不到他的東西 當然我如果開口跟他要的時候一定會有 意思就是說 照正常管道的時候就買不到 然後他現在也在思考說 這保存期怎麼樣繼續把它延伸 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保鮮 再把它怎麼樣延伸 因為保鮮的延伸 不只是儲存的問題 還牽涉到物流運輸的時候 的一些限度問題吧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說我會協助他 因為我本來 我作為研究包圍保鮮眼 所以有一點保鮮上面的機器的保鮮 所以呢 客人要什麼 要好吃的 要美觀的 要安全的 安心的 健康的 我怎麼樣去符合客人這些條件呢 雙向法 我的好吃是見到有機的手層 經過長時間的一個手層以後 產生一個好吃的一個肉產品 一個桌 那個產品出現 然後美觀的問題呢 我可以透過挑選的方式呢 既然去挑選出來一個好的 然後萬一說有一點瑕疵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比較法 為什麼的東西呢 會有這樣的一些類蟲咬之類的 那有的蟲咬了以後呢 他會變得比較甜 比如說蓮木呢 小鳥吃過以後會比較甜 所以基本上來講 有這樣的傷感的人 我們可以去判斷是蟲咬的 或者鳥類咬的 然後因為這樣的東西 我們不討論的東西 是邁向差之外 但是可以享受到 另外一種不同風味的一個聯誤 這樣子的說法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接受 會有一群人接受 那重要的是這一群人 就可以把我們原來覺得應該丟棄的東西給消化了 那你說它價格會不會比較低 不會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限量的東西 就好像說碰紅碟一樣 對不對 那Viu的那個小生物所產生的一個病害 結果變成一個很好的茶葉 也就是說要把危機化為轉機 用能量轉換法 把原來不好的部分想辦法把它變成轉機 這些東西只是限量的 只有到當地來採購的時候 只有你人到現場我們才有賣 因為它用運送的時候 很有可能比較容易損壞 但是在現場吃的時候 它可以產生另外一種風味 然後甚至於說 可以感到一顆水果裡面有不同的風味出現 有沒有這種可能 有啊 我從一顆咬下去的時候 第一顆吃的時候是一般的味道 第二顆咬的時候是甜一點味道 放三天以後它味道又產生不同 為什麼不能夠把它吃 當成一個健進性的享受呢 這必須要靠我們自己去思考 可以說 大家有沒有喝過咖啡 我們好像裡面有人種咖啡的 誰種咖啡 咖啡 泡了以後多久以後要喝完 最好快一點 我如果放了隔天好不好 再放一天呢 不要 為什麼 喝不下去 會不會怎樣 是喔 好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你們可能都沒試過 咖啡放好只要把蓋子蓋好 不要讓髒東西跑進去 放個三天以後來喝 我跟你說 每天你喝的一口 每天味道不同 會不會真的酸到不能夠 不會 它到後來會變回甘 蛤 你要去看 因為咖啡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人是會用調和的 不是單一咖啡豆 調和的時候就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會有一些咖啡豆的狀況不一樣 基本上如果單一種咖啡豆的時候 是OK的 回去後大家試試看 你煮咖啡的 你回去試試看 之後我愛自己的咖啡 你就可以找到 我咖啡的用法 可以怎樣喝 怎樣喝 怎樣喝 這個喝的是 我這個有機生產 你叫什麼農場 沒有 你叫我青草皮農場 我青草皮農場 生產的咖啡 可以有這種的喝 這就是建構出來咖啡合法的新享受 因為它不會壞 其實咖啡是不太容易壞的東西 不加糖奶 不加糖奶 對 怕它變質 那其實加了糖奶以後 就沒有這個感覺 就沒有這個味道改變 所以它會漸進式的在改變味道 我最高紀錄的跟你說 這個壞 沒有冰 可以 我跟你說 我有很多事情我非常喜歡做研究做嘗試 包括我自己 像我自己的生病都是我自己在治 我連藥都是自己在調 我是一個非常勇於冒險的那種人 所以呢 因為有一次我就喝了那咖啡 跟味道怎麼不太一樣 其實那時候就像妳講的 咖啡泡了應該趕快喝嘛 可是那天開車的時候就放在前面 那一天是渴到水瓶裡面都沒水了 就剩那一杯兩三天的咖啡 管它了 救命要緊啊 喝下去怎麼很好喝呢 很乾耶 然後我就後來就想試試看 再繼續跟它掛 我每天都喝一口喝一口 一杯喝很多天 是後來又煮一杯 喝很多杯 一杯然後分很多天來喝 每天感覺都不同 口感都不一樣 我才知道原來咖啡也可以這種漸進式的喝法 回去大家試試看 以後呢 如果 添加了 添加了 不要加那些 因為那些會發酵什麼會壞掉 如果存咖啡的話 黑咖啡就不會 回去試試看 搞不好以後就可以找出來一個新的賣點 行銷上面是無限創意 放三天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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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對了 那就是叫做人家祕方 好壞喔 大家都在排隊 大家都在排隊 你看看 所以記得 就把我們能夠提供的部分 把它給在這邊列出來 就會產生我們的參謀 請大家留意一下事情 有時候我們透過一個聊天 這也是我剛才有提到的 我們來參加一個研討會科程也好 不要說大家只管各自的一個桌上的東西 記得大家聊聊天 產生所謂的腦力激淡 腦力激淡呢 不必透過正常的方法 只要透過聊天的方式呢 就會出現零外一閃 你講的越多的時候呢 你就會回報 別人也會講的越多 到時候大家呢 因為人是這樣子的 當你不講話的時候 只有靜靜思考的時候 是想了馬上忘 但是當你開始講話的時候呢 你就會開始記下來 當你因為這個話題 大家開始討論的時候 是你一輩子忘不了 然後從這裡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一個啟發 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子 我們為什麼上一個課程 為什麼每次都要請老師講 為什麼不能跟老師聊天 老師為什麼講了 因為我們就已經要吸收 可是你聽我講完以後 你記下來嘛 你忘記了 百分之百忘記了 所以逼不得已 只好大家來寫講義 然後講義呢 大家就是要來照練 你會覺得說 你都給我講義了 你還給我聽一次幹嘛 所以大家接著下來 就開始打瞌睡 這叫做惡性行為 所以記得了 以後大家維持一個互動 同學跟同學的互動 朋友跟朋友的互動 跟老師的互動 然後你自然就能夠得到越多 這個是一個學習的方法 我非常喜歡學習 而且我非常喜歡分享 我透過分享 我可以更加的進步 然後我會知道 有很多是我不會的 然後我就開始再去學習 學了以後 我又開始幫分享 所以我常跟我的朋友講 你們不要我會讀書 我也跟我家人講 你們不要讀書 因為你們拿到書本就睡著了 不要讀書 你們跟我聊天就好了 然後我看到什麼呢 我就跟他們講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 你們這些事情 有時候比較嚴肅 有時候比較趣味 有時候比較學術 那學術 我就想辦法把它變成口語 要不然他們又會打瞌睡 所以我們家的小朋友 都很喜歡我 我自己沒有小孩 但是我們家人有一堆小孩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跟我在一起 喜歡打架 我跟他談打架 喜歡玩的我跟他談玩 喜歡畫圖 我跟他談玩 我雖然不會畫 但是我可以給他們方法 喜歡到家外去找蟲的 我帶他們去找蟲 那你說小朋友不喜歡我嗎 所以我最大一個用望就是 當我退休以後 我要找一個偏遠的小學 然後我去當校公 那我就可以盡情的跟小朋友玩 當老師不能跟小朋友玩太多 但是當校公 我就可以教大家很多東西 這是我所想做的事 那這個延伸而來 這次大家也需要回到最後面的四個字 我們呢 講一講就好了 哪有什麼關係 到這裡知道 講完就不上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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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沒停 蛤 沒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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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很好笑 到第四小時的時候才發現 那個農委會的一個 那個農陽署一個 現在生起來當處長 他突然發生 老師拜託給 換上個洗手間好不好 大家先換我去洗兩間 這個我們在行銷上面呢 我們要知道我們產品的特性 去建立出讓我們其特性 那妳就已經辦了 我們的特性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有這一些 這一些是什麼東西 我們最有利的一點呢 就是我們是一個無毒環境所 一個天然的一個無毒環境 安全的環境下所栽培的有機栽培模式 我們呢 要發揮季節特有 季節特有 等一下做一個特別解釋 安全 通過安全呢 我們就可以讓大家 享受到一個好吃健康的一個 一個食物 然後呢 我們怎麼樣去建構我們話題性 怎麼樣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種的東西呢 是有故事的 有話題的 然後呢 通過加持的模式呢 我們又沒有辦法去做到加持 把它產生不同的性作 不同的感覺之類 就像剛才呢 江黃把它產生了茶包 把它產生膠囊 以後也想了 做成石榴石補的東西 現在課藥課武的就是人力 以及開包產品來的問題 那是在往三立城思考的時候 如果今天我們走的是一個高端的 養生事業的時候 作業室中心啊 這一類的高單價的地方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接受到一個 從我們無獨環境所產生的農作物 以及的續產物品 然後幫你做好 透過安全的一個包裝模式 物理模式 運送到你的作業室中心 你的孕婦 你的產物所吃到的是安全的食物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現在大家都知道嘛 作業室中心收的費用是最高的 還有老人的養鳥的地方是收的最高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去開發這樣的 所謂的金字塔先端的市場 有機農業呢 應該要考了思考模式 不要想說我要種一大片 賣給很多人 那你要講一百次話 為什麼不講一次話 就可以賣到一百個人效果出來呢 思考模式把它給建構起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安全呢 我們可以透過履歷啊 認證標章啊 品牌的方式去建構起來我們的性率 大家看到它就知道是安全的 然後呢 我們的話題可以變成一個故事 所以我們用故事呢 來支撐我們的話題 加持我們剛才講過了 通過加工的一個組合 把單樣的產品呢 變成一個多樣的東西出現 然後通過組合的方法 就是米跟花來做一個結合 蔬菜跟水果做一個結合 我們不是常 有段時間不是很流行說五行啊 養生嗎 所謂的五色素果養生法嗎 但是我們都沒有去思考一點 就快速有反應出來 今天我們都有這樣子的資源 在這個時候 我們能不能去把它組合出來 變成這樣一個套裝的東西 透過我們剛才所思考的那個模式 契約定步的方式 我每隔三天給你一套不同感覺的東西出現 它是新鮮的是安全的 有機認證的 或者是怎麼樣子的 這些是我們的一個保證 性率的一個保證 就是建構在這裡 你是種芹菜的 你是種柑橘的 你種蘋果 你種梨子的 你種什麼的 好我們還可以加起來 每天有不同的組合出現 三天配送你一次 不行嗎 配合時事 配合時事的話題 所以記得這個話題的地方 除了我們自己建構的故事之外 才掌握到時事的一個脈動 然後去建構起來一個話題性 把這個話題性透過加值的方法 再把它做一個組合 就變成我們一個產品的獨特性 透過這個獨特性 我們就能夠再找出另外一個 一條路出來 透過組合的東西 原來大家加起來 只能耐十塊錢 透過組合以後扣掉物理 所有的成本以後 我們的利潤會達到十五塊錢 一個人就又多分了一塊多回來了 不要小看這一塊多 這一塊多就是所謂的動力 也就是產品在組織的一個模式 下一次你在賣的時候 你的利潤就會更高了 為什麼 當你品牌性率建構起來 你的安全值建構起來 你整個的所有作業流程 全部掌握住以後 成本就降低了 性率提高以後 品牌這樣子出現了 所以就可以賣到比較好的價錢 微量皮包一個好幾萬塊 南療塑膠的人都瞧不起耳威 為什麼 因為耳威的品質 南療塑膠更多 所以 我做的 花幾萬 我真的知道 南療塑膠裡面的 它只有管了一台機器 就是在伸展 耳威的那一殼 它做那個 譬如說 哎呀 那個東西 你也要我撿一塊給你 所以這個是品 但是它動作是品牌價值 好不好 剛才呢 我們提到了這個部分 我個人覺得呢 建構一個獨特性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行銷上面 因為它是最容易有這個著力點的 那我剛才提過呢 這個部分呢 季節特有的部分呢 我覺得 在農業裡面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們現在農業科系都一直在追求長年 也就是比如說 看來心 以前是只有母親節這一段時間有 我現在把它變成 長年都有了 每天都有了 母親節到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想到看來心 不會 我現在呢 把一個橘子 原來假定呢 是在12月的時候才有 我現在把它變成 一連到頭都可以吃了 你會不會珍惜 不會 也賣不到好價錢 所以記得 怎麼樣子把這個獨特性把它建立個回來 怎麼樣子利用季節的特性 去把我們的農產品的特色來建構出來 你會說 我堅持 但是 科技不斷進步 別的東西一點四季都有 我為什麼要堅持 好了 這個堅持呢 開始可能會很辛苦 但是因為這個堅持 就有可能產生一個高的價格出現 別人一顆橘子可能是賣一塊錢 我們有沒有可能種出一顆橘子是十塊錢的 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在日本 我這一次去啊 就看到那個香瓜 一顆標價了 三萬塊錢日幣 超市啊 在超市啊 三萬塊日幣呢 吃得下去啊 他們說拍賣的價格是好像一百萬日幣的樣子 那顆瓜王 我吃不下啦 我不知道大家吃得下吃不下 但是 我在上海的時候看到台灣去了楊桃 一顆兩百塊錢 台幣啊 你其實在那邊幣啦 我怎麼換算都台幣啊 兩百塊錢 楊桃 沒有啦 有楊桃樣子而已啦 皮也不太好看 兩百 兩百台幣啊 然後我去韓國的時候呢 那因為我們熱帶水果它 大家知道 有很多國家是比子龍還挺不通的 那我們去參展的時候呢 是 是一個特別通關 那是一個園藝展 我們都在園藝不止世界的花費 我們所有的農作都包含在園藝裡面 那我們就帶了一些台灣特有的熱帶水果去 其中一樣就是楊桃 不能夠拿出來擺啊 那海關就做了一個 他們做的不是我們做的 做了一個透明的壓克力箱 給你管制品都放在裡面 然後每天來檢查 算有幾顆 壞掉了也不能丟 那些韓國人來 這什麼東西啊 講韓倫啦 但是我們有翻譯 每天都人家來問這什麼東西這麼奇怪 揚頭啊 我們覺得很好笑 但是在很多地方真的沒看過 我們去到韓國 你知道他們跟我誇什麼你知道嗎 你來看我們種香蕉 那一顆香蕉幾百萬的粉絲 煮香蕉啦 我們都覺得很好笑對不對 但是它冷啊 他們種不起來啊 種個一顆起來 那一顆香蕉幾百萬的粉絲啊 給你電啦 那你電得不到人 電得到哪裡 但是呢 這個問題是真的存在 所以呢 東西產品的一個獨特性的建構在說 沒有 而且它應該是在這個季節才會好吃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反其道而行呢 天生萬物必有它的道理存在 所以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當然 現在已經長遠在有的東西 可能就不太容易切入 但是想想看 在我們的身邊 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一定要在那個季節熟成才好吃 就像做蠟肉 在宜蘭做了蠟肉 你就一定要過了那段時間 做豆腐乳 我們都知道在清明前後 然後呢 我們有沒有人曬過 家裡曬過很多的菜 那個什麼 發菜菜什麼 這些燕菜類的東西 它是不是都有一定的時間來做 才會好吃 為什麼 因為牽造溫師多了關係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想想看 我們這些東西 能不能把它變成一個商品來賣 然後這個商品一定要在這個季節限量產生 有沒有去思考 我剛才講過了 最好的東西 其實就在我們身邊 為什麼我們泡茶一定要用茶葉 它不能把東西 講行銷 就有很多的方法 這叫什麼你知道嗎 這叫白寶帶 好 看一下我為大家帶來什麼 你老吳吳吳巴馬虎 不好意思 這一次就真的不用麥克風了 原諒我一下 這個叫什麼 塑料袋 也叫塑膠袋 這個也是叫塑膠袋 我第一次出差的時候 就是提一個這樣的塑膠袋 然後裝了衣服 半路被我姐姐碰到我姐姐說你要去幹嘛 我要去出差 我姐眼上馬上攤條線 我弟弟提一個那個還有花 一條一條紅白袋 提一個塑膠袋 裝衣服要去出差 回來都不跟我講話 然後他就去買了一個被包袋 有沒有聞到味道 比較近的有在那裡 裡面還在那裡 打開來味道就一定會到 好 知道了沒 風在那裡 風一吹就會聞到 有人已經聞到了 好啦 到這裡來 放這裡 隔壁我也沒辦法 一個人家 那把他說的是什麼 等一下 如果在那裡不會有水 我怎麼會有三萬 我來看一下 打開來 有沒有聞到味道 好 燙彩 燙彩還有什麼東西 燙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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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酷 燙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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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做出更好的東西出來 沒有人規定他一定要整個引擎紙脈 你也可以去思考 做出不同的口味 甜的 鹹的 辣的 為什麼都不可以做呢 我們可以用更好的包裝方式去把它做出來 所謂的更好的包裝方式就是說 拋開塑料袋之外 有沒有可能把我們安全的方法結合進去 比如說我今天葉子是安全的 我能不能把它再結合進去用來做包裝材料 先把葉子用葉子包起來以後 風味保存 然後現在變成調味 可不可行呢 可行的 想想看 夾豬頭的葉子本身有香味 夾豬頭 那個野香花被拿來包裝置 為什麼我們可以把它拿來沾在別的農產品上面做調味呢 蘿蔔乾水 限定整個葉子 整個味道 我拿這個出來給大家做什麼呢 你已經感受到這個味道了 行銷 怎麼做 我們裡面有一個很重要一點來做的感光行 感 觀 行銷 看來練腦口 我就是要提到跟大家提到這個概念 我盡量去做展獸 我今天呢 有很多的人來到我的農場參觀 請問一下 你會用什麼來參觀的人感受到說你今天是來到了一個農場 第一個呢 能夠看到的就是眼睛 眼睛視角所見的 就是你所要看的東西 有可能是顏色 但是很不幸 剛好這段時間不是開花期 不是結果期 所以看到只是一片葉子 一些素材的時候 請問你一下 大家看得下去嗎 沒有話題了 所以這時候呢 種火龍果呢 火龍果有什麼東西最好看 花跟它的果 哪怕是都沒有的時候要給大家看什麼 看普遍 看很漂亮的原子 很整齊的原子 很健康的樹幹 對不對 然後還可以給大家看壞掉的病蟲子 那個病害枝丟在那邊一堆 這些病害枝是做什麼的 大家會很好奇 它會不會繼續感染 能不能怎麼用 需要怎麼處理 這個我們的困擾在哪裡 可不可以從缺失的地方引進去大家看 這是一個的技巧 比如說我都丟得很乾淨 是的 丟得很乾淨之外 在客人進來的一道門檻之內 你會先跨過這一道門檻 就是我所剪下來的主要的紙條 在這個地方 你才能夠進到我的漂亮的 安全的火龍果園 為什麼要可以看這一段 大家都可以 索以畫出現出現 我們就是要把注意力吸引力給引進來這邊 把人的一個好奇心引進來 接下來他就會乖乖聽我們講 為什麼呢 因為這叫初期不易 初期至勝 沒有人會給你看到壞的都趕快收掉 我今天給你壞的 你要種種出好的火龍果出來 種出好的農產品出來 就一定會經過這一道關卡 一定會碰到不好的東西 如果你今天把它隱瞞掉的時候 大家看到的是好的那一面的時候 人家真的會跟你學到東西嗎 真的會欽佩你嗎 不會 這一些事情發生了 因為什麼樣的原因發生 我們怎麼樣子處理 我們必須要怎麼樣子來作業 他會不會感染 或是他可以怎麼樣子做成不要惡度應用之類的 垃圾變黃金 這個黃金有兩個區塊 一個呢 就吸引大家注意力 一個呢 就是把這些垃圾原來不行的東西 真的變成黃金在用來 記得一件事情 同產品呢 是可以垃圾也是可以黃金 剩產過剩的時候呢 他就是垃圾 我們除了愛生炭氣之外 從來沒有去思考過說 怎麼樣子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能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價格很好的時候 他絕對是黃金 絕對是黃金 我剛才提到文心蘭 有人看過文心蘭吧 一支上面很多朵花 對不對 我一直推一個概念 賣一朵一朵的花 我一直賣給你十塊錢 你嫌我貴 我一朵花賣給你一塊錢 我一支花變成三十塊錢 上面有三十朵花 你要來跟我拜託 可不可行 可行 我就用加工技術把它變成 單朵花比整支花還要持久 我可以用文心蘭的花瓣去做出一件衣服 真的可以穿在身上 真的可以坐在椅子上 真的可以走到車子裡面去 你來碰我來碰我 這個就是一個概念 我把一個本來垃圾的東西把它變成黃金 記得以後再碰到事情 其實我們不要等到碰到 我們就去思考 天災的時候東西會掉下來 掉下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怎麼去運用它 壞掉一半沒壞的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 大家要去思考這個狀況 也就是說未已籌謀謀定的後動 真的碰到問題的時候 可能就是你賺黃金的機會了 你可不可以說可能嗎 我跟妳說 我一直在做這個事情 因為我主要的工作是從事花卉 我是主要專攻花卉運用 然後因為我也研究花卉生物加工技術 所有的文心蘭呢 不敢說是第一 但是呢 應該是很強的啦 我連到河南去的時候 在那邊發表的時候 河南很多眼睛這麼大 這一次在日本發表的時候 他們也是眼睛這麼大 哪有那個花瓣把它連成一片布料以後 可以這樣揉一團再打開來給你看的 全世界只有我在做一 但是真的就是這樣子做 為什麼呢 透過加工技術 所以你的價格好的時候 大家這樣子辦 價格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反擊到惡形 因為有很多超人想要用一朵一朵的花 想要用能夠持久花 所以我能夠接受你預約定購的方式 就是你要幾天你跟我講 然後我就做幾天的東西給你 農產品 你可以這樣子做 我我也需要農產品嗎 啊 厲害啊 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這個是事實啊 因為我講的現在這件事情 是我自己的事啊 那這個是我不能亂說的 你們出去都可以問的 給我別人給我這樣說 你老人去討典啊 真的就是這樣這樣 好 題外話 但是呢 這個事實我記得呢 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例子 所以呢 我的一個看法上面 觀念上面是 把能量做一個轉換 把不好的事情跟很好的事情 這是我們平常就要做好思考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大家能夠去想 大家能夠一起討論 能夠創新出來 不同的一個感覺出現的東西 所以記得啦 把季節的獨特性呢 透過季節的獨特性呢 你可以建構起來 一個呢 是農產品本身的收成問題 比如說果實類的 現在基本上來講 都還有季節性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操作 但是呢 在童中裡面 我們常常去求意 我的果實為什麼 別人烤比較好吃啊 還是怎麼樣子 這個要去做一個改變 然後呢 我能不能透過什麼樣的一個施肥模式 產生一個什麼樣的香味 比如說以前流行跟牛奶下去養魚啊 然後種水果啊 有沒有可能這樣的方式去做出不同 然後跟香草做一個結合的時候呢 有沒有可能產生不同的香味出現 都可以去思考的一個模式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除了季節之外 透過加工的基數 可能呢 我延長它的儲存期呢 我在客人那一端呢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儲存保鮮的時間 這些呢 都可以做一個的思考 這些呢都可以做一個的思考 這些呢都可以做一個的思考 不用再演一次的方法 這個就沒有什麼了 讓我們看到一些資料 好 好 可以了 這樣也先這樣 這個呢 就沒什麼了 只是我從網路上抓一個 就是說大家可以透過網路去尋找一些資料 大家可以透過網路去尋找一些資料 比較重要 把一個行銷策策列的關鍵字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呢 有很多上面的一些行銷的一個概念呢 可以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大部分是理論性的 但是呢 做一個參考是可以的 這是在網路上面打的一個畫面 好 時事 了解到時事的一個脈動 我們透過能量轉到速化為機為轉機 什麼意思呢 剛才我講了很多 都是屬於這一方面的 也就是當我們碰到一個不好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想辦法把它改變 平常我們就去累積這些的能量 當一碰到的時候 這個能量呢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用 我們有提到呢 現在的玉璃灰濕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呢 大家除了求救運動作用單位來做一個想辦法之外 政府單位對大家做一個補助之外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一點 第一個呢 怎麼樣子做好一個防範 第二個呢 我們就是因為這個東西是沒有榮耀的一個產生結構 所以呢 再會有很多的從愛來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沒有想過利用這個機會 來大勢的把它做反向一個宣導 這反向宣導就是因為 今天會受到這樣子的原因 就是因為農民一直堅持一個 這個米農一直堅持一個安全的栽培模式 所以呢 沒有辦法去做大面積一個殺蟲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從愛的損失 然後去降低它而已 沒有辦法用農藥的方式 瞬間去解決它 也就是代表栽培的一個良心 可不可以這樣子的一個反向思考模式呢 也就是代表說 生產的東西呢 它是一個安全的 今天呢 從我們這個地方所產出來的米呢 因為這個同愛的關係 可以讓大家更加的體鎮到呢 農民原來碰到這麼樣子嚴重的事情的時候 所採取的態度還是用安全的方法下去面對 所以這個就是有機農庫呢 讓人家感動的一個地方 我今天 可不可以用很強烈的殺蟲器把它被殺死啊 可以 為什麼不這樣子做 這個就叫做良心 這個良心在哪裡 就在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叫農藥總統數 能不能提高這個米的價格 不知道 但是唯一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第一個 知名度可以更加的提升 第二個 大家對這個地方知道了 更加的體驗到 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第三個 非常重要一點 這個地方的米賣到哪裡去了 是 第一次賣到大陸去 也就是正式走入最大型的一個行銷 行銷體系 以前有外銷 但是量不是像這種這麼可怕的量 因為它到底這個不會賣到多少 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數據不可能會出現 但是呢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它現在身為全世界最大的一個網購平台 它進去以後 它需要什麼樣子來支撐 為什麼這個東西呢 我今天在這裡賣一塊錢的 明年的不能賣兩塊錢 有可能可以用這次的機會 下去做一個強勢的一個宣導 一個解說 把這次從來的情景全部推出來了 我們減少了多少量 但是當我們進入這麼大的一個平台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可以趕快用沙重機把這些沙子 然後趕快採收 然後趕快把這個米賣出去 我們不願意 因為賣的是一種良心 這個就是台灣米農的一個可愛的地方所在 也就是台灣有機農業 為什麼是安全的所在 一個很好的宣傳訪告機構 這個就是掌握時事 一個宣傳手法 把能量轉換數記起來 可能是我今天給大家最好的一個部分 好 我們剛才講到感官情 笑 看著圖片 再看看文字 我的字 漂亮吧 不錯 色就是我們東西看到了這個顏色 看不漂亮 顏色也是一個比較 有機容它比未熟成時間比較長 所以顏色會比較深 比較厭 還是怎麼樣子 所以這個顏色也是跟非有機農產品上面 所做的比較的一個判斷方式 所以顏色主要的部分在這個地方 然後通過顏色 怎麼樣去挑選一個安全的農產品 怎麼樣子呢 透過顏色去挑選一個好吃的東西 然後香味 我今天可以用香味去吸引人家過來 然後每種食物有特有香味 我剛才給大家聞的那個味道有人說 都對 因為總共有三樣的東西 那這就是它特有的味道 你在擺攤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的攤位上面有沒有考慮過 那客人遠遠就聞到一個味道過來 很好奇的走過來 走到面前以後 你會不會拿一個蘿蔔乾 沖一杯茶給他喝 沒有 你就我們可以試試看 他可能會很好奇 問你說這是什麼 然後你可以把蘿蔔乾 泡菜這些 把它做一個混合 調出來不同感覺的特殊味道 以後你就可以開發出來 具有農膠風味的特殊風味的茶飲 然後他可以解膩 他可以當成平常保健食品來喝 為什麼不去思考這一點 他可以解膩 他可以消脹劑 然後透過不同的 曬乾的一些的這個加工品 你就會攪出不同的口味出來 我跟你說 這一個呢 大家回去試試看 當你熱水沖的時候 味道就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大家有去參加過產收衛 記得 有時候呢 弄一點味道給大家溫定 看有人走過來了 快點請一杯 聽嗎 賣茶的地方啊 不要進就茶香 咖啡店咧 不要進就咖啡湯 你要賣給誰 你說我的東西很好 可能嗎 咖啡沒香味 茶沒香味 為什麼 捨不得啦 今天如果是我在開咖啡店呢 我為了有事沒事呢 就丟一兩顆咖啡豆下去讓他打一打 那個香味是不是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那丟一兩顆咖啡豆就好了 你不用很多嘛 那就是隨時為止 有人經過就趕快打一下 那看到那很多年輕人的 一票人的打一下咖啡豆 那味道來吸引他們 喜歡喝茶來看啊 來逛茶的 倒一 沖一點茶 香味馬上沖出來嘛 對不對 為什麼不這樣子做 我們台語行銷 行銷就是要有行動啊 就趕快行銷上面的一個重點所在 味道就是我剛才講的這個 特有的一個味道 所以你們知道 行賣熱食的地方看不到煙 你說你在賣熱食 以前呢 台北淡水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賣麵的一個導人家 他是一個外省人 他賣麵呢 生意非常好 他賣麵有兩個出品 一個是隨時看起來一個好吃 一個呢 是學生來的時候 他都煮特別大碗給他們吃 因為他怕學生在花育中找那個食量大 然後呢 為什麼他的東西看起來特別好吃 他一看到前面有人的時候 他一定會做一個動作 掀鍋蓋 鍋蓋一些有什麼事情發生 煙就啪 就馬上上來對不對 然後就趕快來蓋起來 因為沒有麵一下 那個煙來不了嘛 結果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 大家看到那個煙冒啊 哇 軟活了 這個東西一定好吃 就來吃麵了 所以這個就是 適當的利用煙護光 光有時候呢 外吊燈泡其實蠻好用的 一下子閃一下亮 當成閃亮泡來用 不用啦 去買那個閃燈就行了 有一點光的一個動態 可以吸引人家目光 有時候加加到噴霧的 夏天的時候不是很熱嗎 現在簡單的一個噴霧機那一種 加個水桶就可以噴霧了 那製造噴霧那個有沒有 一台大概五六千塊錢 他出去那個很熱的地方 做一個那個龍奶餅長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不願靠近 東西也不好 拉個那個線嘛 然後噴一噴 那水汙噴一噴 微汙噴 一方面感到清涼 東西又漂亮 蔬菜水果上面呢 都會感到很清脆 這樣子不好嗎 這些吸引人家 而且因為煙霧在動 這是什麼啊 因為你動態擺在那邊 眼睛會看不到了 但是有東西在動的時候 有東西在動的時候 你們要啊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看一下 這個人就是感官取消上面的一個重點所在 鳳麗書傳奇 這些人在幹嘛 這些人在幹嘛 排隊 排隊 說很用心 我上禮拜還特地跑到前衝 排隊也會浪移 排隊也會浪移 這 那邊的路啦 兩邊現在都是攤販 攤販 我停車了大概停到300公尺以外再走路過來 然後這些人呢就是排了大概兩三百公尺 從路邊開始一直排到這個小巷裡面來 在幹嘛呢 一位漂亮的女士小姐 然後拿一塊鳳梨書拿一杯那個鳳梨茶 給排隊的人 他們呢 行銷策略上面就是 你只要來我就給你吃一塊鳳梨書 然後來給你一杯鳳梨茶 他們原來這個鳳梨茶呢是 這個 以前呢 煮鳳梨的時候呢 就都把這個茶丟掉 後來他們就去把它變成茶飲來賣 現在又多賺一筆 一顆鳳梨書呢 四十...四十塊四十五塊 四十二 四十二 然後一律不打折 然後呢 這個旅行社的領隊最討厭帶客人去那邊 因為他們從不點回動 然後 他們呢 一個中修捷的銀額可以達到兩億之多 那這家鳳梨書的老闆呢 本來是兩兄弟 本來呢 一個是電子業的工程師 一個是自己開了一個 高科技術的那個電子公司 後來呢 他們就思考說 不想要 他弟弟就想說 不想要做這個 那剛好他們老家 這個地方旁邊是種鳳梨 他想要來做鳳梨書試試看好了 因為那時候賭鳳梨都沒人要 結果呢 他們就去做了做鳳梨 那大家知道鳳梨書以前是 裡面加了冬瓜糖 並沒有鳳梨 所以呢 他們就真正的土鳳梨下去 把它組成鳳梨糕以後 然後來做 沒有想到呢 一打出來 真正的鳳梨書以後呢 到網路上面馬上抽到注重 抽到注重以後呢 他們就開始做集約工廠的方式來行銷 然後他們呢 因為自己也是當老闆出身的 所以很有行銷的頭腦 就制定了很多嚴格的方式 你買的時候沒有什麼特權 然後一定是這個價格 買一包買十八百一千包 都一樣價格之類的 然後你整在什麼地方買 沒有行銷商之類的 好 就造成大家很好奇 然後這個地方呢 現在變成一個東方區 每天都是這樣子 我那一天 那一天開到那邊 車子開到那邊的時候 下午五點多 還是這樣子 這麼多人 這是 所以拍檢後邊也愛 這個是他們的鳳梨書的包裝 這是整塊整合的時候 然後呢 外表盒子 好了 以後加一個環部的手提袋 這樣子 賣給我們四百二十塊錢 一毛錢不少 那這個是我那天去那邊的時候買的 然後它裡面呢 一定會放個電考 然後他們說明 然後以及廣告單 廣告單也是電考 也就是說下一檔的時候 在什麼時間 我們會推出什麼樣的東西之類的 就是說下一檔的資料之類的 廣告單會做在這個地方 夾在前章的這個位置 這是他們的廣告位置 整個都會有一個包裝非常用心 東西要賣得好 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 好 他們現在是在台北一間 然後另外一間就是這個他們等店 因為以前我也是只有聽說而已 那這一次呢 我就為了幫大家拍幾張照片回來 所以那天我就直接開車過去 去拍這幾張照片 我記得有拍到房子 房子有沒有 沒有弄上去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工廠 那工廠開放了 我是隔著那個玻璃窮拍的 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 那針的裡面非常乾淨 到你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是不是真的有在做事 會產生這種懷疑 或他們真的是從這裡出來 然後是全自動化的機器 一個工廠書能夠做到這樣 一個中心卷 因為有超過兩億的新台幣 非常可怕 現在呢 日本上海呢 過去開了門市 上海聽說價格是 有日本價格 聽說比市場還高 那一天他們有跟我講的 我忘記了 然後呢 現在也到中正機場 我設了一個這麼漂亮的門市 這一次我去日本的時候 在機場看到了 就把他拍了 對就是他們家那邊的 旁邊一個村民市區 這個村民市區是什麼 就是在他們家現在這裡 已經變成觀光區了 所以呢 政府當外縣政府就在 靠近他們家旁邊那邊 那邊有一塊空地 搭了很大的帳篷 每個禮拜六禮拜天 有表演節目啦 然後給當地的農民 給當地的農民 在那擺他的深層的農民品 所以這個村民市區 一家鳳梨書工廠 造就了一個區域的環籠 然後造就了很多人的生活 然後那些削鳳梨的人 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今天幫人家削鳳梨 到了年底我能夠吃到尾牙 還有連種獎金 你可以 而且還領得不少 幫他們送貨的 過年過節一個紅包 能入他多大 打死他的腳 所以思考上看 有沒有可能 從我們自己的環籠裡面 能夠從這裡得到什麼樣的情況 我不知道 天下所有的事情 一定是經過一個思考 很多的嘗試 所以能夠產生一個 不同的一個結果出現 鴨子 一上核線 這是一隻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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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鴨子 鴨子在哪裡 鴨子在台灣 好 我們以前是不是有做過 大家見到 鴨子 鴨子 對不對 結果為什麼會失敗 原因很多 我們說我們不去探討這個原因了 我在這裡來探討的是 核線是什麼呢 這是 稻米 稻田 這個螃蟹就養在這個稻田裡 時間到了 大家去捉螃蟹 這是觀光的人潮 他們搭下來給大家走 你可以到這邊買螃蟹 要不要捉螃蟹 這個 這個是大陸賣 這個他們叫做 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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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在盤井這個地方 賣米的店 賣米的店 你看這一堆的人 這個照片呢 是我土地拍的 看到沒 稻米是張一點一點的 在門市裡面 門市裡面 這麼多人在那邊買米 這是他們米的小包裝的時候 包的像方塊真空包裝 有沒有 謝田盤井大米 這些人 因為他拍的時候 光線比較愛 這些人呢 都在買米 那盤井這個地方 是一個濕地 是一個濕地 它是屬於大陸的二線城市 在搖林省 里省 是大概兩個半小時的 高速公路車站 這個地方是一個濕地 所以他出名的 稱為盤井大米 盤井大米 他們的大米就是我們的米 我們的白米 它是全大陸最有名的米之一 然後呢 他們每人在中秋前後的時候 就有所謂的核蟹 就有所謂的核蟹 這是剛才我給大家看到的核蟹 那這個核蟹呢 他們稱為蟹井大米 核蟹就咬在這裡面 也就是螃蟹跟稻米是共生 然後呢 全世界可能只有一個地方呢 是不喜歡吃螃蟹大大蟹的 就是 安檢 嚴格講起來是遼寧這個區塊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螃蟹真的是很好吃 而且因為它是跟 稻米這邊共生的 跟陽城武的樣子通貌不一樣 也就是含氧量很高 癢法不同 我吃過 但是不能吃太多 我上一次吃一次是三隻 結果胃的不舒服 太寒 所以呢 在每年中秋節的時候 他們會犯所謂的蛾蟹節 那一半蛾蟹節的時候 會煮一千人份的蛾蟹 那個鍋蓋是用釣車來釣的 用釣車來釣 那為什麼提這個呢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說今天 我們一直在說我們的種植方式 只能一塊地上面種一樣東西 能不能思考一下 一塊地上面種很多種種 很多種錯誤 以及呢 能不能有可能 動物植物共生的方式 去產生這種效果 前天 上個禮拜 我們在台中的時候 曾經討論到這個問題 但是種稻米的人 又跟我講一件事情 如果養了螃蟹螃蟹一定死 我是沒有跟他講說 為什麼人家養了螃蟹 這就很妙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我在這個地方呢 我可能會超過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請原諒我 可以嗎 在這裡呢 這一個呢 是我剛才講過 我們可以新鮮持送的一個包裝方式 這個不是我發明的 這只是我去買了這個袋子 在國外確實是這麼在做 直接把這是什麼呢 這是過額 直接把它裝在裡面啊 然後上超市上架再賣 那這個呢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這個袋子是屬於高密度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透氣 而且再來呢 裝紫度比較好一點 這個袋子會比一般的貴 然後它因為具有力 所以呢 比較不會壓縮到 那這個是我自己做的一個 保鮮的一個方法 很簡單 我就是一張紙呢 把它打濕以後 一張面紙打濕以後 放在裡面 就用它來保濕 那這樣子呢 你可能問問說 可以保濕多少天 可以保鮮多少天呢 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是我昨天 昨天要來的時候做的 那我上一趟去大路的時候呢 我做這樣子 我去做一個匯報 然後我用請進士的方式做匯報 我這樣子帶過去 把很多種香草 各種一個袋子上帶過去 放在紙箱裡面 一個禮拜 沒有進冰箱 進冰箱會更久 有聞到味道 很融合味道 然後呢 我上面呢 整肅我不是用橡皮筋綁的 我是用葉子來綁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希望它再接觸到不同的東西 橡皮筋可能的產品 鐵絲可能會有生鏽之類 所以我是用葉子來綁 也是要給大家一個思維 要我們就做到徹徹底底的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們用的是我們的有機稻草來綁 這代表一個安全 我今天可以 很多人已經想要享受香草 我可以這樣子呢 幫你做直送 透過財配的方式 它是新鮮的 它是安全的 然後因為我們是在有機環境下 才給出來的 所以呢 你可以享受到很安全的香草 你可以拿到以後就泡茶了 然後你沒有用的時候就把它封起來 我可以給你三道不同的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個條片 這是一個思考模式 也就是說只有在安全補足的環境之下 才有可能去做這樣的事 要不然我們一般買的香草 我都會建議大家呢 每天不斷地去跟它灌水沖水 灌水沖水 至少一個禮拜以後 我們才開始拿來使用 因為我們不知道前端有什麼事 這是一個大家可以參考 透過水 透過面質 我這只是用面質 其實材質可以再研究 不要問衛生紙 衛生紙會浮掉 面質長纖維會浮掉 放在裡面 這個植物放上去 然後再用水把它弄濕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用的是開水 你開水 不是自來水 留一下 那這樣子就可以保存很多天了 然後回去一下 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 思考一下 有什麼樣子的農產品可以 新鮮的必須要透過這樣子來做保存的 或者配送上面的 提供給大家推著參考 這個是市面上買的一個塑膠袋 它是屬於高密度的塑膠袋 我剛才講的 我特別把袋子帶來給大家看的原因 不用上面拍的時候 怕大家看不清楚 有沒有看到 生態無榮藥 那麼多人在買 標榜的就是這麼一件事情 標榜的就是呢 全中國只有這麼一個地方出的 這樣子一個米 因為呢 它有什麼來做保證 螃蟹知道我也知道 螃蟹知道什麼 螃蟹知道生態無榮藥 因為你的稻米沒有撒榮藥 所以我可以裹在裡面嘛 所以你們忠修姐到了 有好吃的螃蟹嘛 所以螃蟹知道這是安全的地方 這是沒有榮藥的地方 它是核無生態採培的 所以這個米是安全的 用螃蟹來當代言者 不用我們講100句話都好 我們可不可以找這個角度去思考 我很不好意思講一句話 我曾經在一個所謂的有機的道點 看到那個主人在噴殺蟲器 不是殺蟲人噴土掌機 我看的真的是很難過 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才講是一個良心事業 這個是這一家公司的HOPGO 所以重要的就是給大家看這幾個字 也就是用了動物來當作一個行銷代言 而不是找了引進核心 然後因為透過螃蟹的一個養殖 跟到底的一個結合 就產生了更高的附加價值 這是他們的包裝盒 等一下大家 我把這個留在這邊 然後你們有空去慢慢看 這是他們的包裝盒 泥我就沒帶來了 泥我把它留在家裡 因為實在是太重了 這張盒子很漂亮 再折進去 然後呢 你看它上面 包裝盒上面 主要是要給大家看這盒子上面 他們所有的廣告詞 對他們有利的部分 全部都寫出來了 他們出名的就是蟹田大米 所以用蟹田 螃蟹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他們做了所有的說明都在這裡 包括了主管 包括了為什麼 他們這是安全的 都做在這個地方 這個盒子我留著 包括你看 認證標章是沒有 這一家博士呢 是他們那邊呢 算是最大的 最出名的一家 一家廠商 然後 這是我去的時候 我本來也不知道 我去的時候呢 那一家公司呢 送給我的禮物 所以我特別把它帶來 給大家看 留在這邊 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不好 然後呢 最後我剛才講過了 可能剛才不小心 大家已經看到了 我們的四個日呢 這是什麼東西啊 大家有看到吧 我們談農業 談所有的一件事情 叫做環土歸生 這是最可貴的地方 我們的農業最重要的呢 到後來就是 為什麼要回到 最原始的一個 傳統農法 傳統農法裡面 我們加進去的 鮮蓋科技 就產生了新農業出現 新農法呢 永遠是建構到 一般的傳統農法之上的 唯有環土歸生了 我們才有可能 跟自然平衡 我們可以 與光共舞 與水共生 我們要與生態共存 這是 情農業裡面呢 也就是說 有機農法也好 自然農法也好 所以裡面最重要的 一個部分 黃土歸生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都抱一個一個 純真的心態 這也是我為什麼呢 我後來把做好的 通風全部給丟掉了 我後來決定改用 手寫的方式 來讓大家 跟大家一起感受說 我們從原始發想的時候 是怎麼做的 所以呢 很抱歉的 就是我用了我的手寫稿 然後把它拍成普遍以後 做成包括人做給大家看 最主要的是 我要跟大家一起感受 當我們可以拋掉一些 現代對我們帶來方便 但是帶來不真實感之外呢 怎麼樣子導入我們的 導入我們的農業裡面 產生讓人感動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今天呢 我跟大家做了分享 是不是有讓大家得到一點收入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從這四個日子裡面呢 去感受到 只要我們真的是用心的時候 我們的有機容量 永遠是有片天 但是重要的是 要把東西賣出去 還是要靠我們大家的努力 一個用心的經營 一個用心的推廣 記得透過不斷的討論分享 大家呢 可以有更好的一些職業出現 今天我們要到這裡 感謝大家